现在的大型语言模型像是ChatGPT Gemini或者是Cloud 都是在云端上的服务 有些比较敏感的资料 你必须上传到云端就比较不适合 今天的教学要告诉你 怎么去安装一个在地端 Local端的大型语言模型 如果你有好的硬体设备 你可以用比较大的模型 如果你只是一般的笔电的话 你也可以尝试去玩玩看 用比较小型的模型 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关几个城市 第一个叫做Olama Olama是一个开源的平台 它会协助你去使用 在地端的大型语言模型 所以你先到Google搜寻Olama 就可以到这个网页上面 接下来你点一下 Download下载它里面的程式 总共有分三种作业系统 MacOS, Linux和Windows 我的作业系统是Windows 所以我点击一下Windows 再点击一下Download for Windows 接下来你可以在你的Google Chrome的 右上角看到有一个下载的箭头 如果整个圆圈都变蓝色以后 就代表下载完成 接着你移到你的下载资料夹 点击一下Olama Setup执行档 它就会帮你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再回到Olama的网页上 在网页右上角有一个叫做Models 模型的选择 我会建议如果你对电脑是不熟悉的朋友 你直接去选择Nama 3.2 这个版本里面的1B 这个1B代表说模型的大小是1B连 那我们再看一下1B连这个版本 它所需要的硬体的空间是1.3GB 所以大部分的笔电基本上都可以安装完成 我会把我笔电的规格放在留言区底下 提供大家做的参考 选择1B连这个模型大小以后 在右手边有一个复制的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叫做命令Command 如果你是使用Windows的话 你有一个叫做命令提示资源 可以在搜寻里面 打命令提示资源就会找到这个界面 我们点击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按滑鼠右键 它就会复制贴上 可以稍微理解一下这个命令 第一个Olama就是我的程式 Round就是我的执行 最后一个Lama 3.5 1B 就是我模型的版本 好 我们按一下Enter 因为我是已经事先逛好了模型 在我电脑里面 所以当我执行这样的执行的时候 它会直接跳到与模型对话的环境 当你是第一次灌模型的时候 你需要花一点时间 才会跳到这个页面 现在大行为模型 它在训练的时候 都会使用各国的语言 所以你可以使用中文询问 也可以使用英文询问 当你看到Send a Message的时候 就代表你已经进入这个对话的环境 什么是命令提示资源 打一个Enter 它的速度不是那么快 因为我的是一般的笔电 没有GPU 如果你的硬体规格更高的话 它回应的速度会越快 它的最好处就是 你的资料不需要上网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右下角 电脑的这个地方 去控制你的网路存取 WiFi关掉 它还是一样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这边我做第二个翻例 现在我已经把WiFi关掉了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联网的 现在我用英文来去询问它 因为刚刚前面是使用中文询问 所以它现在也是用中文回答我 如果你要离开这样一个对话环境 回到原本的命令提示资源 你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Ctrl加D 另外一种是直接打Bi 这样的指令 再一下Enter 它就回到原本的命令提示资源 然后有几个指令可以稍微玩一下 你可以打O Llama 它这边又列了一些可以使用的指令 包括我们刚刚说的Rong 另外一个指令叫做List 目前你在你电脑里面有哪些模型 看一下O Llama List 好 我已经冠好了Lama 3.2 One Billion的这个版本 那你也可以把其他模型关进来 当你使用O Llama List 就会看到其他的模型也在这里面 如果你想要既不使用像那种 ChatGPT的对话视窗的话 你就必须额外再加装一个 UI User Interface 我这边推荐是使用Page Assist 你可以在Google上打上这个关键字 然后点一下Chrome里面的Extension 好 这边右边有一个按钮叫加到Chrome 我们点击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User Interface 加到我的浏览器里面 新增扩充功能 这边显示已将这个扩充功能 加到了我的Chrome 接下来使用这个扩充功能 我们就点击一下这边的符号 然后这边有一个Page Assist 再点击一下 好 那现在你就到了 UI使用者界面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跟它模型 因为我这边只惯了Lama 3.2 1B这个版本 所以只有这个模型可以被选择 这边做一个翻例 什么是大型语言模型 好 那有这个界面以后 在使用上就比较方便 那你可以看到它左下角 有一个on和off的设定 也就是可不可以联网 那如果你希望使用的时候 不要去使用外部的资料 那你就可以将这个Search Internet 这个功能点选成off 那如果你希望有一些比较最新的 比如说新闻的整理 你就可以将它改成on 台湾最近的新闻摘要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个问题 它叫 Please set an embedded model on the setting ROG page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我们要联网去做资料的 使用的时候 它有一个技术叫做ROG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就是将外部的资料 把它抓进来 再跟大型元模型里面的知识 混合在一起做输出 它需要有一个额外的叫做 embedding model加进来 所以我们到UI界面右上角 这个设定的地方 点选一下 找到ROG setting 你会看到这边有建议一个 embedding model 叫做Namek Embed Text 所以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刚才 Olama的页面 模型这边 点选一下 我们找一下 刚才说的这个 Namek Embed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再点击一下 复制一下指令 然后回到我的 命令提示资源 把指令贴上 按滑鼠右键 再点一下Enter 这边的Pole 就是要去把 程式灌进来的意思 这时候你看到的Success 就是已经安装完成 我们点击一下 关闭视窗 然后跳回原本的 Web UI的界面 这边就跑出来的 Namek Embed Text 这样一个模型 然后点选一下 储存 好 你就可以回到 刚才的交谈界面 比如说 我们再一次请他 提供最新台湾新闻 这时候他就可以搜寻 网页上的资料 透过ROG这个技术 把资料抓进来 再做整理 因为我是使用 笔电的关系 议题规格不是很高 所以相关计算 还有生成速度 就是比较慢的 经过一阵子的等待 Lama已经将相关的资讯 抓下来 整理以后回答了我 但是他也把 这些资讯来源也告诉我 所以成效是不错的 这个UI界面 有一个好处 就是事实上 你还可以把一些图像 上传到这个线面 做使用 但是你的模型 就必须要可以处理 我们叫Multi Model 多模态的模型 比如说有最新的 叫做Lama 3.2 Vision 你可以回到刚才的 Olama的界面 Models 这边有一个Lama 3.2 Vision 就可以处理Multi Model 当你重新开机以后 如果想要使用 本地端的大型原模型 你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使用 Mini提示资源 好你会发现 除了原本挂好的模型以外 也有了Nomic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Rog 如果要联网搜寻资料的模型 接下来我就输入 Olama Rong Lama 3.2 完毕 那你看到Send a Message 就是我已经进入了 焦塔的界面 那第二种 在Google的浏览器右上角 这边有一个图示 点击一下Page Assist 就可以到我们刚才的 UI使用者界面 可以直接开始使用 在地端的大型原模型 如果你有些去了解 相关的AI概念 比如说像是Rog 或者是大型原模型 基础模型 以及App Application 应用程式等等 我会把相关的背景知识 放在影片下方的 说明栏位里面 我会在底下整理 安装程式的步骤 欢迎各位将使用的心得 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